哇小吼,嗚呼 今天還真不好說,如果是春季賽的威武的話 不知道,感覺不能說那麼多 但是夏季賽的威武好猛,好猛,真的好猛 主要尷尬的是什麼呢?配個艾希拿啥輔助都有點 就本來本來是要拿個軟輔的,但是 軟輔打泰坦,稍微有些艱難 但講實話,這把威武的陣容 這把威武的陣容,你把他們的ID遮掉 然後把RNG的這個幾個ID補上去 你會覺得好像也沒什麼那種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新的搭配 來了,一個閃現E技能 然後平A打出魚陣之後又把垂石勾了回來 那這一波要賣了呀,艾希趕緊走 賣的很果斷 這小虎平時很喜歡說 誒兄弟們,來欣賞一下對面中路的塔刀 這把一直看他這部塔刀了呀 來,好兇 好閃 來,兄弟們欣賞一下我的塔刀 這邊,哇,威武前期打得很活躍啊 這邊公共資源控的好像有點猛 這邊垂石和艾希都在正面 但是RNG這邊也都到了 這一波是直接來了一波5 我們看一下RNG這裡如果看到小虎先生掉了還會打這一波 哇,這邊直接先行撤退了 小虎勾了上來 但是這一波偷不了ON的大 左一的大,偷了又沒用 ON一個閃現平A加上一個E技能 把小虎撞起來之後 看一下這個羊 直接是吧,東海猴王直接撞飛 誒,著了 鬼術11Z 哦吼吼吼吼吼 不是吧 比賽是這麼打的嗎 一個精準彈幕 拉到了兩個人 但這裡RNG不能追啊 只要也追不到 但這裡 啊,兩邊戰場是分割了 第一時間猴子想進場 直接被垂石擺了打斷了之後 又被艾希射了個大,直接定在原地了 這RNG現在也不太好接團 蠻強實話 誒,這裡 抓住了位置 但是兩邊都沒有上 這邊ON看一下 一個E沒拉到 還要繼續嗎 交大了 ON沒閃的 RNG這邊是知道 誒,很細節 怎麼說 E技能CD沒好 所以這邊來搭救一下 誒,小龍寶被睡到了 這裡小明幫擋 幫擋完之後 我們看一下 這裡垂石一勾沒勾到 小明直接開大大了 垂石 這邊踢下來是ON RNG這裡直接撤退 好騷啊 這邊捉了一口 左衣 一個睡,睡到EZ了 直接一走 一走之後 這邊 左衣的目標是盯向了賽拉斯 那對RNG來講 如果要開的話 就要直接開 不然一直被左衣 POG是很難受的 來了 偷了羊 直接撞 這左衣會被撞起來 自己交了一個治療之後 看一下這裡誰被睡了 小明被睡了 然後開了一個錶 然後閃現 正好吃到了艾西的一件 這邊猴子還是有大的 但是RNG這邊已經撿原一人 左衣又撿了一個治療 這邊RNG選擇回撤 要把這條龍放了 還是要靠小龍寶具搶 這裡 雙C在中路帶線 看一下這裡猴子 打不動啊 哥們 糟糕 他看到猴子也撿亡了 那這一波小龍是只能放 那邊V5 18分鐘就已經三條小龍了 偶爾 再過5分鐘 噢噢噢噢噢噢噢 沒事吧 是不是各位還沒睡醒啊 V5這邊是很想跟你搞這些東西的 走一沒事睡一睡 艾西接見 這裡還叫羊了 小龍寶直接被擊殺了的話 那這裡對方RNG來的很不妙啊 小龍這邊也被擊殺 猴子進場又被隨時勾到 這邊全部陣亡 只剩下RNG的雙C 我們看一下 這裡要怎麼辦呢 主要就是因為這個左衣加上艾西 給的壓力太足了 這邊左衣直接換了個蠢 那這裡換蠢的話 是鐵的心要Rush了 這條龍 這個大掛的不錯 掛了4個5個 追時直接開大 這個大招的位置很精髓 看一下這個羊 欸 哪邊是哪邊的羊 欸 哇 藍槍最後雖然是撐下來這條大龍 但這波V5是打不了團了 把這兩個該賣的人賣掉之後 其他人選擇撤退 呃怎麼說呢 非常果斷的一波決策吧 這兩羊傻意思啊 一個屌羊沒撞出去 是不是兩邊人都昏了 以為是自己叫的羊 但超文的 他開大你也得開大才能撞他羊 欸這裡小明被勾了看一下 開啟實驗鬼板甲非常的肉又觸發鋁陣 你們EZE上來之後打了一套垂石半血 兩邊輔助都換了一次技能之後 這裡 呃 泰坦的開團技能還是留著 這對於RNG來講是必須要開這一波了 等泰坦補滿狀態之後 猴子這裡找到了一個側邊的位置 準備進場 看一下這波泰坦準備開誰 呃 V5是直接很穩的選擇了撤退 那V5打得好穩啊 直接往遠古龍這邊撤了 不推這一波了 那這樣的話 RNG可以相應的往那邊走一走了 欸 蕭虎蕭虎不去嗎蕭虎 蕭虎 這裡一個羊 撞起了小龍寶 我們看下後續 小明把自己賣了之後 幫助其他人撤退 小虎這裡直接偷了個羊 而且拿了遠古龍 講實話這麼打 收益是蠻高的 這邊睡到了 兩邊都交閃 但是左翼這邊是白嫖的閃線 薩拉斯交的是自己的閃 這邊 猴子已經被斬殺掉了 我们看一下后续这边一定要注意血线 这个远古龙的 这个buff 哇直接被斩掉 太变态 看一下这边想撞 但是被监督部挡住了 闪现一刷 小明这边扛住了 但还是没办法 远古龙又把这个小明给斩杀掉了 最后看一下这里 讲实话 EZ虽然在肉 但远古龙面前也也是扛不住 哇 威武打得好啊 我们恭喜威武 在这场bo3当中率先拿到一分 因为这把本来 怎么说的 这是EZ 应该会发育得很爽 因为前期 瞎子抓下也抓到了 这2381确实没什么太大 太好的办法 这把瞎子没怎么碰到过人 威武这个决策 做得有点太好了 但是这指挥现在是谁 如果讲实话 这个 这个 BiuBiu 加威武两个选手过去了之后 好像是改变了很多 这两兄弟 是之前苏宁两兄弟 这苏宁一想好亏啊 一拍桌子 干 怎么我们这两兄弟给威武玩起来了呀 想了想威武上赛季的成绩 又想了想威武这赛季的成绩 然后苏宁又想了想 现在我们竟然在威武下面 哇哦 哇哦 想想好气 这苏宁想想好气啊 因为我印象中 威武在春季赛的时候 好像是一场没赢吧 就有赢过小场 但是没赢过大场 这把MVP可能是小东北的呀 这还用想 这还用想